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这也是从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 两国首次针对核问题展开对话 作为拥有全球近九成核弹头的大国 美国和俄罗斯在核裁军方面有哪些新的动作 美国试图把中国拉入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这背后又牵扯着哪些军事和政治上的角力 11月6日中美双方在美国国防部 就军控和防止核扩散举行了司长级磋商 美国方面由负责军控 核查和合规事务的助理国务卿 斯托尔特率团出席 中国方面则由外交部军控司司长孙小波率领 我觉得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就是双方希望推动双方总体关系的缓和 那么在军控和防扩散领域恢复接触 就是一个重要的实际举措 对于这场奥巴马政府时期以来 两国首次举行的核问题会晤 外界普遍称之为罕见 但不少业内专家都持有不同看法 中美之间的这种军控和防扩散对话 在以前其实是一种常态化的交流 没有什么气息 它是从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时期 两国的外交部门之间 曾经有副部长级的军控对话 两军之间也有过关于战略安全的对话 以前这种对话是很多的 只不过到了特朗普政府的时候 这相关的对话减少了很多 中国 作为从大选期间 就不停运用中国牌的总统 特朗普从中国人 抢走美国人的工作机会 到扬言要对中国商品 征收45%关税 抨击中国的脚步一路未停 上任后更在台海局势小动作频频 特朗普政府时期双方的关系出现巨大的动荡 特朗普政府以比较强硬的态度 要求中国加入中美俄三方军控谈判 甚至在有一次美俄双边谈判的场地 强行地把中国的旗帜也放入了会场 制造一种难堪的氛围 所以双方政治关系的紧张 就使得这种工作层面的交流 没有办法继续开展 到了拜登政府时期 拜登政府依然有一个比较实时性的关注 这个核问题 曾经试图在高级领导人层面 与中国打开对话的窗口 拜登上任后 曾在首次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视频峰会中 主动提出核武器议题 2022年年底 两人在巴厘岛的首次线下会面中 双方也再次就核问题进行会谈 核战争打不得也打不得 中美在这个问题上一直是有共同一场 当时习近平主席跟拜登总统 在巴厘岛进行会晤的时候 也当时是提到了这个承诺 反对在任何情况下 反对使用和武器 我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一致的 2023年10月 美国应中国邀请 参与在北京举行的第十届香山论坛 共同安全持久和平 被作为重要议题纳入论坛的讨论范围 论坛中中方还向前来参会的 美国国防部助理防长 中国事务主任卡莱斯 送上一个中国军事科学院的 毕章作为礼物 希望借助这枚盾牌状并带有 橄榄枝装饰的毕章 向美方表明 中国军队捍卫国家主权 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的初心 现在呢 其实是双方正在积极地 扭转这个不断下滑的重关系 希望它能够直跌回稳 两个外长之间呢 进行对话 其实也是希望为双方领导人 两个元首在旧金山可能的会议 做一个铺垫 引导良好的赞争 中方同世界主要国家 就军控与防扩散问题 保持着密切沟通 中美近日将在华盛顿 举行司机军控和防扩散修杀 双方将就国际军控条约 旅约防扩散等广泛议题 进行对话交流 关于中美双方本次军控会面 谈什么 中国外交部及时给出了答复 中方的表述是用词比较谨慎的 意思把它叫做扩张 英文就是consultation 也就是说并不是双方要正式的谈判 具体的军控协议 或者是防扩散合作协议 更多的是可能双方 因为毕竟这么多年没有具体接触 对之前的事态发展进行一些回顾 对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 做一些交流 对对方政策不满的地方 做一些表达 有可能也会对自己的一些政策 尤其是引发对方关注的政策 做一些澄清和解释 不公布具体的内容 这也正常 因为军控它是涉及到安全的问题 它有的时候 很多问题是涉及国家的核心利益 2023年10月 在美国国防部发布的 2023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 美方估计截止2023年5月 中国拥有500多枚作战核弹头 到2030年 中国将可能拥有超过1000枚作战核弹头 而这会导致中国的军事胁迫不断增加 美国他认为 这个世界原来这个两级的国际合格局 正在加速演变为一个核三体世界 他就认为 中国的核武库规模在迅速地扩大 美国他就可能面临 同时面临两个势均力敌的核对手的挑战 这是美国心心念念想的一个问题 但是在中国看来 你这个核三体的世界 就完全是基于循环论证 完全是基于自己的设想 做出的一个推论 现在基本的事实是 中国和美国俄罗斯之间的核力量规模差距 是相当的巨大 基于公开信息 世界上的九个拥核国家 中国 法国 印度 以色列 朝鲜 巴基斯坦 俄罗斯 英国和美国 总共拥有近13000枚核弹头 但美国和俄罗斯 依然拥有占到全球核库存 90%以上的核武器 20多年来 美方顽固坚持错误对华认知 年复一年 发表此类充斥谎言 与陈词滥调的报告 可谓是害人害己 误导世界 其实是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 美国在核裁军方面 它负有特殊的优先责任 不过 现实是 美国并没有在削减核武器的道路上 一路直走 2018年 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 宣布退出1987年 与苏联签订的销毁中程 极短程导弹的中导条约 理由之一 是中国正不受约束的 大力研发和部署相关武器 并威胁到美国的安全 2020年 美国又退出了 旨在提升军事透明度 降低冲突风险的 开放天空条约 我们将冲突风险 我们将发展武器 如果他们聪明 如果其他聪明 他们说 不发展武器 不发展武器 我会非常愉快 与那 总统的政策 美国总统的政策 是我们必须 保持最终的 最终的最终的最终的 世界 世界 最终的最终的 最终的 世界 最终的 最终的最终的 是不在 这 世界 最终的 世界 最终的 尤其 十年 作为人类至今制造的威力最大的一种武器 核武器的发展一直与全球安全紧密绑定 今年11月5日 以色列文化遗产部部长埃利亚胡 在接受电台访谈时称 由于袈裟没有非战斗人员 因此乙军在巴勒斯坦使用核武器 将是其中一个选项 言论一出 全球哗然 埃利亚胡随后被无限期停职 以色列是一个怎么着呢 是一个沉默的事实的用核武器国家 美国对以色列拥合的一个态度是 我不问 你不说 你不要宣扬自己用核武器 但是大家都知道它有 所以这带来国际社会的担忧就是 未来在比较 烈度比较高的 常规战争当中 是否后期国家会有意无意地 去玩弄核战争的风险 以此实现更广泛的安全政治经济目标 对这种风险现在没有非常好的应对方式 和平共识与地缘政治的交叉影响下 军控问题一直矛盾而棘手 作为核武大国 美国究竟拥有哪些核武器 全球核武器的发展 又如何影响冷战后的新世界呢 就在中美展开军控磋商的第二天 世界第二大雍和国俄罗斯就有了新动作 11月7日 俄罗斯外交部发布声明称 当天会彻底完成 退出欧洲常规武装力量条约的程序 11月2日 普京还签署法案 正式撤销了对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的批准 由于美俄关系的恶化 俄罗斯就觉得自己失亏了 所以他现在往后退了一步 立法机关通过了新的决议 不在之前的批约条款失效 所以现在相当于美中俄都处于同样的地位 当然俄罗斯也就要利用这种方式 向美国施压 要求他在双方方便关系 乌克兰问题上做一些妥协 1996年 联合国大会通过全面禁止核实验条约 条约规定 所有缔约国承诺不进行任何核武器实验爆炸 或其他核爆炸 并承诺不导致 鼓励 或以任何方式参与任何核武器实验爆炸 而俄罗斯于2000年批准该条约 但是美国仅签署条约 至今未批准 一直以来 美国和俄罗斯就持有着全球绝大多数的核武器 两极格局之下 核竞赛从未停息 核财军也难以推进 美俄核财军是整个国际核军控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冷战期间以来 它两国之间达成了众多的 非常重要的核军控条约 但是很遗憾到现在都给拆得差不多了 小布什政府的时候推出了反倒条约 然后特朗普政府的时候推出了重道条约 这都非常重要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是美国和俄罗斯在2010年签署的 一项双边裁剪战略武器的条约 条约规定 两国在远程导弹和轰炸机上部署的核弹头数量 限制在各1550枚 然而根据美国科学家联盟的数据 美国在核武库中 共拥有约3700枚各类核弹头 而俄罗斯拥有约4490枚 除此之外 双方的契约更是在到期之前 就被按下了暂停键 今年2月 俄罗斯总统普京就签署了 关于俄暂停旅行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法律 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 其实是最后一根特别重要的基础 基本上是奄奄一息吧 都赞同旅约了 停止交换关键数据 所以总的来说 对于美俄核财军的前景 不是特别看好 与此同时 美国还在大力渲染中国威胁论 称中国在扩大核武库 核武器大国将迎来三足鼎立的时代 最近简单 美国认为中国的核力量 开始出现都非猛进的发展 所以美国国内现在激烈讨论的一个议题是 美国从来没有面临过现今的困境 就是要同时针对两个实力相当的对手 而且中国和俄罗斯的战略合作也越来深入 这也使得华盛顿的战略学界认为 不单美国要同时面对两个对手 而且有可能这两个对手之间 会进行深度的沟通和合作 美国曾多次试图将中国 拉入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 2020年7月 美国国务院就通过一份声明 公开邀请中国加入军控谈判 随后中方予以有力回应 称其颠覆了国际核财军共识 虽然中国核武器数量增加 但仍远低于美国拥有的数量 据法新社报道 美国核弹头储备量约3700枚 并部署了约1400枚战略核弹头 而俄罗斯的核弹头储备量约为4500枚 其中大约1550枚处于部署阶段 这些国家 他们看来是一种联系的 今年6月 瑞士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发布 各国军力评估年报 报告指出 俄罗斯与美国两者的核弹头总数 占全球总量近9成 其实是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 美国在核裁军方面 它复有特殊的优先责任 他们尽管已经采建了很多了 跟冷战期的高峰期 已经相比的话 已经采建了很多 采建了80% 但是现在你拥有的数量 仍然过多 全球90%以上的核弹头 仍然是在美国和俄罗斯的核武区里面 这两个国家应该进一步签署条约 进行深度的核采检 采检到一定程度之后 整个国际社会都认为差不多了 那么像中国呀 英国呀 法国呀 这些拥有中小规模的核武库的 核武器国家 才能够加入核武器数量削减的过程 根据国际废除核武器运动的数据显示 2022年 全球各国在核武器的支出 约为830亿美元 其中美国的支出超过其他拥核国家的总和 全球只有核武器的核武器 和美两个国家拥有三位一体核打击能力 也就是他们在海陆空都可以进行核打击 单单单在2023年10月 美国就发布三次试射或研制核导等战略武器的消息 10月18日 在内华达州核试验场 进行了一次近似核试验的高爆试验 10月27日 美国国防部宣布 要部署现役B-611系列核弹中最新型号的核弹 B-6113 预计能产生约360千吨的破坏力 相当于1945年广岛原子弹爆炸当量的24倍 B-6113 将成为美国武器库中最强大的核武器之一 11月1日 美国进行了为搭载弹头的 民兵三型洲际弹道导弹发射试验 这是美国三位一体核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以最后以失败告终 美国它说得挺清楚的 说得挺清楚的 而且它进行这些实验也不出人意外 它就提出来 其实是一方面要推动自己的核力量 核的三位一体 陆海空 陆海空的核力量 进一步的现代化 要用新的这种运载平台 还有运载工具 来替代旧的一半 陆海空的三个领域 都是要用新一代的作战平台 和导弹 它就会部署到位 俄乌战争延宕 战情遇险焦灼 而巴以冲突爆发超过一个月 国际社会愈发担忧核战风险上升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在10月的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上表示 俄罗斯只在遭受核打击时 或国家存亡面临威胁时 才会使用核武器 现在其实还得看关键的两个月色 就是美国和俄罗斯 美国和俄罗斯毕竟是大头 他们应该在核财军方面 发挥主要的作用 但是核财军 核军控 它也不是在真空里面进行的 它是跟地缘政治 现实的地区冲突 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现在其实核财军面临这么一个困难 而且核武器使用的阴云不散 跟这种乌克兰危机 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而中美及本次司长级 关于军控和防扩散的 磋商交换意见 增进了解 消除误会 加强互信 中国科手不首先是有核武器政策 拥有核武器 从来不是为了称王称大 而是设置和战争 中国坚定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 反对将地缘政治利益 凌驾于核不扩散之上 在防扩散问题上 在反对地区核扩散的这些问题上 中美有共同的看法 有共同的主张 我们的最终目标都是一直 关于军控和防扩散问题的对话 这是近期日趋频繁的中美交流之一 11月8号 国务院副总理 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 将会访问美国 紧接着的11月12号 2023年的APAC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也会在美国的加州旧金山举办 届时中美两国元首 或将举行会谈 在当今这个充满挑战的全球化时代 和平是基石 沟通是桥梁 脱钩对抗 不符合时代潮流 唯有携手合作 方能够书写人类共同的美好未来 感谢收看华人凤凰聚焦 我是任任 下期再会 接着为您播出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